嘿,我是詹姆,我是阿神,Lucky 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介紹一款RPG遊戲 這款RPG遊戲的名字叫做 《糖果碎片》 我們已經有很久很久沒有碰RPG遊戲了對不對 上一款玩的遊戲是什麼啊? 《烏雨飄散之聲》? 不對不對 好像是灰色的庭園對不對 有點忘記了 可見我們已經有多久沒有玩RPG遊戲了 有爸爸還想念RPG系列嗎? 哈哈哈哈 作者的名字叫做藍雨昕 是一個台灣人喔 他在2014年在巴爾姆特RPG版上面發布 這一個他第一次製作的RPG遊戲 我之前好像都是在玩日本的對不對 也有玩過中國的 呃...怪物的歷史書 可是我從來沒有玩過台灣人的RPG遊戲 所以這是第一款 呵呵 這是2014年發布的 2015年才有BOB推薦給我 相恨見晚 呵呵 聽作者說這個作品差不多 落在一個小時以內就會玩 玩得算是中短篇的遊戲吧 那... 不要不多說 開始我們的旅程吧 尋找記憶 我們要把糖果拼起來是不是? 很久很久以前 世界分為天上和地上 天上有白貓 地上有黑貓 兩位神官 都擁有永恆的時間 作為永恆的代價 兩位神官都有不同的任務 黑貓負責吸收大家的負面能量 再給予進化 白貓 則是負責進化過後的希望 再傳達給大家 但是十年前 神官們突然不見 同時也發生了第一次戰爭 過了一個月 戰爭又忽然停止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了什麼而戰爭 許多人認為神官已經回來了 但是 還沒有人看過他們的蹤影 雖然如此 地上的人們還是以他們為信仰 希望總有一天 會再度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好可愛的畫風喔 天啊怎麼那麼可愛啊 黑貓大人 又是今天這個日子了呢 傳說神官大人是個美麗的黑貓 我從小就沒有媽媽 所以把神官大人當媽媽可以吧 母親節快樂 啊 喔 下雨了 天啊好可愛喔 雨越下越大了全身都濕透了啦 糟了被蒙到了 咦 有人躺在那邊 你怎麼了 不要緊吧 怎麼連男人也這麼可愛 星星 不能讓他這樣子的淋浴 先帶回家吧 這是什麼超展開 哇 好棒喔這款遊戲 呼 終於帶回來了 接下來呢 嗯 嗯 日式調查 X4 選單 Shift 跑步 有了有了 調查一下 醒醒 打他欸 看樣子還是昏迷中 看看家裡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忙吧 這個繪圖繪畫啊 好像也是 蘭雨溪 作者大人 所自己畫的欸 欸等一下 我後面那個是尾巴嗎 Bob們有沒有看見我後面拖著一個東西 那個是尾巴嗎 好可愛喔 只有幾件衣服 沒有整理過的櫃子 可以看到自己 我很喜歡這種做得很詳細的RPG作品 就是調查任何一點東西都有事件 長蓮 可以煮菜給他吃嗎 好 昨天剩下的麵包要記得要吃 得到了萬能藥 這應該有用吧 擺放著一些調味料 擺放著一些調味料 這是我最喜歡的魚 拿走一條 我可以再拿嗎 喔已經沒有魚了 嗯 冷掉的隔夜茶 有衣服欸 自己做的衣服 我可以換衣服嗎 這不是養成系列 之後 啊看到就暈了 炸七八 炸七炸八的書 炸物一堆 炸物一堆 可是我們剛剛拿到的是什麼啊 物品 啊 主角叫做 魔 是…是魔嗎 地上人 物品 萬能藥可以製造 所以這有PK喔 我以為只是… 只是劇情嚴的遊戲呢 自己做的衣服 裁縫用的材料 О 放著藍莓釀的組 放著藍莓釀的組 好像沒有東西了 醒醒 喔 原來問能用是給他用的 呃 呃 太好了 這裡是 這裡是我的家 你在路旁昏倒了 所以我把你帶回來 感覺怎麼樣 還有哪裡痛嗎 沒有呢 記過一下 謝謝你 雖然什麼都記不起來了 什麼 什麼都記不起來了嗎 咦 你掉下來什麼東西啊 蛤 糖果碎片 看起來像是什麼碎片 拿起來好了 呃 或許這個從你身上掉下來的碎片 可以幫你想到些什麼東西 我們去圖書館問管理員看看吧 嗯 好 你問我為什麼要找管理員嗎 因為十年前的大災難 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圖書館就是所有的知識的自己 呃 集合地 而管理員應該什麼都知道吧 呵呵呵 對了 我叫做謀 呵呵呵 那個字真的在念謀嗎 如果唸錯的話應該很蠢吧 呵呵呵 啊 如果不知道我的名字怎麼叫的話 發音是 喔 真的是謀欸 呵呵 有點像牛的叫聲 呵呵 很可愛吧 嗯 謀小姐 不要這樣子叫啦 這樣這花風好可愛喔 走吧 你剛剛是不是瞬間移動了 我覺得我們剛剛出發事件的時候 應該是要站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退後兩步這樣子 呵呵呵呵 好可愛喔 啊 出來了 來到了一個小村莊呢 可以到別人家裡面看看嗎 去別人家裡面看看 門鎖上了 呵 好大的豪宅喔 村長大人不在家 通常這種豪宅都是村長大人住的 呵呵呵 門鎖上了 大家都把門鎖上 有小妹妹 你想跟我回家嗎 聽說白貓神官 還有黑貓神官 是一堆戀人喔 好浪漫喔 哈囉 嘿嘿 姐姐你好 這是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對不對 教會 教會怎麼黑成這樣 還是直接去圖書館比較好 等等 這個教會怎麼看起來不太對勁 你在幹嘛 你怎麼跑這麼快 你要去哪裡 喂 停下來 我要這個地方堵他 唉唷 堵錯路了 跑走了 我猜他應該是郵差吧 你是誰 偉大的神官是我們崇拜的對象 願神官保佑你們 我要在這裡堵他 他應該會繞一圈回來對不對 唉唷 可惡又錯過了 他是從哪裡 啊 這裡啦 不讓你走 停下來 走開 我一輩子的目標就是要跑整身幾萬圈 不要阻擋我 好 好瞎的設定喔 這是誰家啊 是白貓 我肚子餓的喵 不要亂講話 真糟糕沒有魚可以餵他呢 喔 給你魚 我這邊有魚 你就拿去餵他吧 謝謝你 他擋著一個寶箱是嗎 獲得了貓鑰匙 香貓巡物會有地點提示 好可愛喔 這個可以到城鎮上的某個洞窟喔 右邊吧 右邊有一個洞窟 右邊有一個洞窟 城鎮的右邊有一個洞窟 城鎮 是上面嗎 好像是上面耶 我們去上面看一下為什麼貓會保管著鑰匙啊 我剛好像在那邊看到一扇門耶 有了 是這裡 看來需要鑰匙才能夠打開 只有貓鑰匙 裡面到底藏了些什麼東西啊 哇怎麼那麼多怪物啊 這是幹嘛的啊 什麼東西 怎麼突然覺得跟劇情沒有關係 哈囉 你好我是藍鎮 是座者 這個是發洩地圖 將你的不開心通通鎮除 如果還打不夠 只要重新出來就可以 只要重新進來就可以囉 這座者大大耶 旁邊還有愛心 好可愛喔 是一個 這個叫做彩蛋地圖是不是 好可愛喔 好啦 這裡是 圖書館 警保持安靜 我很想再逛一下耶 好像可以出去 可以出去嗎 喔 啊 這是出城鎮的地方了 等等 我 我不要過去 我不喜歡 他怕水 水聲物盡其物細水 摩摩怕水耶 我們去 呃 下面 往下面走 這是哪裡 許願池 我們去許願池看看 許願池欸 我可以丟東西下去嗎 好像可以丟東西下去耶 把男主角丟下去好了 哈哈哈哈 我猜我們應該要拿到什麼 可能是錢幣之類的東西 才能夠丟下去吧 不然我真的只能丟男主角下去了 這裡是 黑貓聖地 啊 許願的地方 黑貓神像關 所以黑貓是女生喔 主角好像是 呃 主角好像是跟黑貓 就是 呃 認他為媽媽對不對 所以白貓是男生 黑貓是女生 好我們去圖書館看一下吧 叩叩叩叩叩 圖書館請保持安靜 我只是櫃 呵呵 是櫃檯人員嗎 我只是櫃檯 呵呵 不要吵我 唉唷 兇巴巴 教堂因為十幾年前的戰爭而破損了 我也因此失業了 修復他啊 為什麼沒有魔法術 這是一個有魔法的世界喔 居然在椅子上睡著了 走開 唉唷 兇巴巴的 這邊有很多我想要的知識 居然還有弓箭掃 我們潛入了 呵呵 有沒有什麼可以用的東西 圖書館 啊 呵呵呵呵 呃 黃 什麼單身 單身男子和黃金指南 呵呵呵 歷史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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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有些小東西 作者夾在裡面欸 我要偷偷調查 古老的傳說 這邊有非常多關於神官的故事呢 我是不是就是需要這些資料 喔有了 啊 這是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那個 啊 居然被畫了 呵呵呵呵 什麼東西啊 呵呵呵呵 看不下去了 誰這麼沒有公德心啊 呵呵呵 好可愛喔 呵呵呵 呵呵呵 這邊又是什麼書 成... 等一下 為什麼 兄女 為什麼在看這種書 呵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啊 哼 嗯 呵呵呵 醫療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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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啊 這邊有個小妹妹 剛剛沒有找到你 好多字看不懂喔 那你在這裡做什麼 童書專區 童書專區 童書 喔 公人回答不是 之後又撈出了一個陰斧頭 回答是 不是 於是 河神又再去撈 結果撈出了工人那把普通的斧頭 工人高興的說 這真是我的斧頭 河神見了這個工人非常誠實 決定將金斧頭一併送給他 不久 有另外一位工人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嗯 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 便把自己的斧頭扔到河裡面 坐在河邊痛哭 河神見狀 便立即潛入了河中撈 又撈出了一把金斧頭 這位工人看到了金斧頭 便迫不及哀的說 這是我的斧頭 河神見這個工人不誠實 便通而的罵道 你說謊 騙子 結果 這位騙 行騙的工人不但得不到金斧頭 連本來的那把普通的斧頭 也沒有巡迴 喔 這是很有名的 與所欲言喔 童書專區 童書專區 我今天怎麼一直咬螺絲 發音有點不太 不太清楚呢 你是 喔 你好 你好 請保持安靜 等一下等一下 我還有很多想看的東西耶 這書櫃上面有什麼 小鎮的資料 五十年前 小鎮出 嗯 出成立 人口約有六千人 之後 十年前 戰爭 戰爭發生時的人口 剩下三百人 哇 教堂 教堂 地城 這裡還有地城喔 許願池 喔 賢女會特別眷顧成熟 呃...成熟的孩子 黑貓聖地 嗯 天城 還有天上的城喔 喔 白貓跟黑貓居住的地方 小鎮的資料 好 我們看一下小鎮的資料 擺著小鎮的資料 擺著小鎮... 喔 是右邊的那些東西啦 好 我們來問一下東西喔 呃...想知道 有哪一本書有神觀的傳說 這本書在樓梯旁邊可以看得到喔 啊...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本 左邊還有一條路耶 我可以進去看一下嗎 啊...鎖住了無法進去 好 看樣子我們已經調查完這個圖書館裡面所有的東西了 我想問一下碎片的東西 嗯...看一下喔 這個碎片感覺起來跟你旁邊的那些... 那一位男生有呼應 我的水晶可以將這片... 碎片內的記憶作為印象 蛤...跟我來 我們要跟他走 喔...是...播放式嗎 看一下吧 我將這個碎片用水晶感應了一下 看到驚人的事情 你們即將看到的一些畫面 真實...就在裡面 準備好了嗎 我不要聽 等你想知道的時候再告訴我吧 這裡是哪裡啊 還有火炬欸 好奇怪的地方喔 好啦我想聽 準備好了 唉唷... 他是被... 探探少爺 他是被鎖起來的欸 讓你一直待在這裡非常抱歉 沒關係的 我知道你們不能夠違抗命令 對不起對不起 所以他是... 某個城堡裡面的小少爺嗎 原來你叫做探探喔 嗯...我想起來了 這個碎片是記憶碎片 請問一下 這條路 我會讓你來看 如果方便可以做到